女骑士逼死台湾IG改字界 无照逼是少年驾驶道歉了 母说尽最大成日善后 23岁彭女3月7号凌晨0点多 骑机车欲轴转时 糟糕了18岁冰事车驾驶张南 壮飞150公尺 送你抢救至今8天 人与死神在拔河 彭女好友难过底下网路留言 指彭女昏迷指数3 颈椎断裂 就算救回来也极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痛斥照逝的张南 是一名没有驾照的高中生 照逝后张南与其父母必不见面 张南还在玩IG改字界 好希望张南也能招受 跟朋友一样的痛苦 照逝的张欣高中生透过妈妈 首度表示道歉及懊悔 说自己一直配合警方处理 事发当天凌晨5点 警方通知她去做笔录 还要出门前警官又通知她 妈妈先不用去 因为没有彭女家人的联络方式 一直到11号左右 警方开出事故联单 采取了彭女大姐联络电话 妈妈隔天立即联系 对于玩IG改字界的指控 张欣高中生喊冤 说事发至今 心情都很沉重 只同学登陆她的IG账号更改 但改了什么她并不清楚 张欣高中生的妈妈说 当天是儿子深夜 趁家人熟睡时 偷偷开车外出买宵夜 而且做错事就应该接受 应有的处罢 他们会尽最大诚意 协助儿子善后 彭女好友说 彭女原本在银行担任业务工作 年后离职想要转换跑道 平时住在台中爱一家 3月6号当天 彭女跟男友 还有姐妹套相约讨论 接下来的工作 不料散会后竟然遇上劫难 当时与彭女各起一台机车的康星男友 在旁边目睹了车祸过程 马上冲向前帮彭女洗PR 双手都是鲜血的康南 崩溃的要彭女赶快起来 不要睡着 自责为什么要跟女友各起一台机车 到了凌晨4点多 医生出来了 他们的心也碎了 警方表现彭女还在昏迷中 暂时无法对张星高中生提出告诉 一旦彭女会不清醒 或尤其家属出面 半年内都能对张星高中生 提出故事想要的告诉 动物新闻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